中广早报新闻 提醒您现在时间7点28分 欢迎收听中广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今天是中华民国109年5月7号 星期四农历庚子年4月15 早报新闻一开始 还是短短利用30秒钟来做一个 这个我们的托播 我们的新闻网的最新服务 中广新闻网 我们现在设了Telegram的官方账号 TG账号 那也欢迎大家下载注册 Telegram之后呢 记得搜寻BCC News 找到BCC中广新闻的官方版 加入之后 能够轻松掌握一天的消息 如果说没有太多时间去 每天follow所有的新闻的话 订阅我们的Telegram专方账号 可以快速掌握消息 也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已经破了500人订阅 现在就缺你这个订阅的账号了 好也非常谢谢大家 请大家帮忙 回到今天早报新闻的重点 先来掌握一下今天各个报纸 在头版的新闻聚焦 呃台湾这个万元纾困之乱 已经三天了 昨天呢行政院公布了最新的简化程序 今天早报包括了呃 中时自由的头版头条 以及苹果日报联合报 头版头条通通聚焦在万元纾困之乱 以及最新的规定 另外在疫情部分 昨天新增一起境外移入个案 但是呢在本土部分 已经连续24天没有本土病例了 所以呃部分的管制作为呢 也已经慢慢放宽 今天的联合报中国时报 头版二题 以及自由时报都来关注这个重点 那当然呃放宽的措施 昨天有三个 一个是中华职棒 开放上千位球迷进场 一千个名额 而在山务部分今天起 呃要开始接受大家的 这个线上登记申请 还有大陆武汉的台湾人 可以自由回来 不必再等包机 好这个部分呢 今天早报 做了相当详细的报道 回到来听听看 在万元纾困之乱 各个报纸呢 提供给呃 各位听众朋友 什么样的讯息 今天中国时报 头版头条大标示 纾困整产全民 一万元补助 请领大混战 民众跟公务员 通通都呃 非常的呃 这个疲累哦 疲于奔命 而且齐呛 这整个万元纾困之乱 真的是搞死人了 这是中国时报 今天的头版头 自由时报 头版大标说 一万元纾困金 申请简化 带身份证 签切结书 就可以了 这是自由时报 今天头版标题 而联合报呢 则说 万元之乱 陈时中叫大家忍一忍 如果真的呃 现在还有余裕空间 可以当做生活的 这个费用的话哦 一直到六月底都可以申请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急于一时 那通通现在去几人几人 呃 今天联合报小票下的是口罩不必排了 现在换排的是什么呢 换成纾困金的人龙 那当然口罩现在供应的数量是比较充裕了 或者有很多管道 所以排口罩人少了 但是昨天出现的是排这个万元纾困金的人潮 好在详细内容部分各个报纸提供了相当多的观点 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 说现在急难纾困引爆全民的民怨 行政院昨天开始受理没有投保工作者一万块钱的纾困申请 包括卖越南花等工作通通都可以受贿 申请民众大排长龙挤爆各地的公所 不过因为手续很复杂 很多民众白跑一趟 痛骂看得到领不到 还有民众跟公所人员发生了一些口角冲突气氛相当火爆 昨天行政院紧急宣布把整个程序简化 申请者只要带身份证 如果你没有因为疫情影响生计的证明 没有关系签切结书 那至于其他的存折保险补助证明资料 现在行政院说通通都没带没关系 我来帮你查 毕竟现在医化作业很多东西都可以线上查到 那早报也有说 昨天很多人很生气 因为他们根本提不出证明 还有临时工说 我就临时工老板不可能帮我开证明 你要我怎么提证明呢 卖玉兰花也说他没有办法提证明 所以昨天在现场很多民众破口大骂 不过也有人把资料通通准备齐全了 所以今天早报说 资料准备的越齐全就可以越快领到钱 昨天已经上万人申请了 好你符不符合资格 那当然很多的这个方式可以去做验证 那最简单的就是说 你只要没有加入军公教 劳保农保这些社会保险 本来有工作因为疫情的关系请假 或者是没有办法工作 或者是即便在工作 你的收入减少 你不能够领其他政府机关的纾困 而且呢 你的家户存款 记得不是你自己哦 是以你全户为准 这个存款呢 你要去算跟当地每个月的生活费 平均生活费 基本生活费 必须是1.5倍到2倍之间 因为如果你不到1.5倍 可以去申请其他的急难救助 就不是这一波万元纾困的对象 这个6月30号以前通通都可以申请 所以今天早报也提醒说 不要这么急哦 现在急就是人挤人 而且不见得会比较快 那当然在各个报纸呢 也有其他不同角度的切入 如果你的文件通通齐全的话 那最快三天就可以拿到钱 而且申办现场有三种表格 是一定要填的 如果你切结书填写的不实 要不要负法律责任 要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当然你会有民事刑事责任 或者是诈欺等问题 昨天卫福部的次长苏立琼说 如果是有人检举或显然不实 才会启动查核 那重点是 你有没有故意骗人 有没有隐匿 那如果没有的话 有一点点出入是没有关系的 昨天陈时中也特别强调 这个东西不是这两天 抢完就没有 所以呢 大家慢慢的来审理 也需要一段时间嘛 所以在6月底前 通通都可以申请 自由时报今天说 这个没有人数限制哦 所以大家不要紧张 而中国时报则表示 昨天很多地方都率先全国 在行政院说要简化程序之前呢 包括新北市 或者是桃园等等 都也针对这一次的纾困乱象 表达地方政府地方首长的立场 今天周十二版整个版面 给了新北市的侯友宜 因为侯友宜昨天早上 很快哦 他就说 在新北市部分要求基层的 承办人员从宽认定 一切呢 以便民为主 这个侯友宜讲的 其实或许哦 很多民众心有戚戚焉 他说为了这个一万块 很多人已经跑了好多好多趟哦 这些都是敢抠郎哦 辛苦人 这些人你会为一万块 跑这么多趟 代表生活真的很需要这一笔钱 你还去刁难他干什么呢 如果说卖月兰花的临时工 没有办法提出工作证明 叫他写切结书 就受理他的申请 不要去为难他 接下来呢 那当然尽量哦 尽量让基层的民众好做事 基层的公务人员好做事 也让民众可以拿到 赶快拿到这个万元的纾困金 那当然过去有一些公务人员 可能因此会面临法律责任 究责 昨天侯友宜霸气表示说 如果我现在下了这样的指令 你基层公务人员受理申请 最后有法律责任的话 来找我市长 我市长呢 来扛这个法律责任 这是昨天侯友宜的说法 今天中国时报做到了 二班的班头大标 昨天柯文哲哲表示说 好像是投手跟捕手的关系 这个中央政府呢 这个球好球坏球都投了 那当然对捕手来讲 不管什么样的球 你都要接咬牙也要接 那郑文灿则表示说 没关系 他用牵手观音的方式 来面对这所有的一个挑战 他说这个通通都可以接下来 昨天各地方政府的反应部分 嘉义的县长翁张良则建议 中央你现在不是有很多大数据吗 你不妨透过大数据来捞资料 你不要让民众来申请嘛 只要符合资格 你直接通知他说 哦好 你有一万块可以领哦 直接把钱发给他不就好了吗 台南市长黄伟哲则指示 说希望下面尽量简化程序 让民众方便 讲到这个所谓大数据 马上农委会看到 这个卫福部处理这整个案子 好像有点荒腔走板之后 农委会昨天也宣布了 在农民部分 渔民部分是下星期受理申请 好 现在农民不必排队了 只要符合资格的话 农民呢 你直接先前有农保账户的 我就把一万块直接汇到你的户头去 那当然如果没有农保账户 没有办法汇钱嘛 那你还是要去农汇申请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二版 联合报三版说 书困引发民怨 蔡英文的钱不好拿 好 这个是他的大标哦 今天联合报 直接在标题当中说 文件一大堆哦 还要跑好多趟 竟然还拿不到这一万块 不但拿不到 而且我车费还倒贴 说政府啊 你要纾困就甘愿一点钱呢 就直接发下来 不要让公务员承受气包 又扰民哦 造成民怨 当然内文也很多报纸 分别举例 昨天纾困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 其中还有个80多岁的出家人 去桃园要纾困金 他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法会都取消 呃 包括信众香油钱啦 还有供养金大幅减少 以前住念的时候 还会有一些收入 但是现在都没有 不过问了以后 发现自己好像也不符合规定 也没有钱可以拿 还有今天联合报举了 例子是卖玉兰花 说这个因为很多人要举证哦 而且或许有些是家庭主妇 平常没有在上班 但是也想说哎我有一万块为什么不拿呢 所以昨天好多人哦 这两天去批玉兰花 批玉兰花来卖 而且你只要在街头拍张照片 就可以拿正拿来当证据当证明 所以玉兰花批花的人大幅增加 那当然花园是一样的 所以花价上涨 昨天台中有个市议员说 他去买玉兰花竟然比前天涨了20块钱 因为纾困金必须要有证件 所以现在好多人为了一万块 他就花了一些钱去批花来去领这个一万块 然后拍些照片来当证明 所以玉兰花的花价大涨 另外联合报也说 政府哦你不能够在同温层里头纾困 记者陈希文的特稿 说呃这个每次行政院都说 他的纾困是又快又好 但是实际民众感受大相径庭 中央跳过地方政府严拟政策 不但人力资源很难及时到位 政策施行的节奏太快 过程太繁复 地方政府没有办法一一掌握 也没有办法做有效的横向联系 所以最后变成民众再去办理申办的时候 就会帮第一线的基层人员 带来非常大的困扰 当然当然纾困并不是在一个房间里头 按一个钮吩咐小编 做好很多漂亮的网络图卡就可以到位 如果行政院不试图去了解民情 而是在同温层里头纾困的话 那当然接下来的整个防疫跟纾困计划 就要功亏一篑了 这是联合报记者在特稿方面的提醒 好继续听的是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今天也是批哦 在三板板头说 政府不接地气纾困荒腔走板 这个防壁远远大于心力 挨骂之后再来法夹弯 招令戏改门槛一大堆 所以最后才会民怨士气 好另外有一群人也需要帮他们讲讲话 就是基层的这些第一线人员 好想哭啊 通通跑到公所搞得人养马翻 因为这政策边做边修 像昨天好像是苗栗吧 苗栗有基层人员说 早上八点钟来一个公文 举了一些例子 说这些例子该怎么办怎么办 有没有符合 但是没想到十点又来一个公文 来补充前面的一个公文说 那前面那个公文作废 后面这个公文为主 那基层说我好不容易才研究完 上一篇公文 下一篇又把前一篇给推翻 所以这样一个这样基层 一方面要面对很多民众来申办的时候 因为申办可能资格不符合 所以非常生气的一些情绪 同时呢 他们自己又要在快速的时间之内 搞懂这好多好多防复的规定 对基层人员来讲 也是有苦难言 叫苦连天 好当然在今天 中时还有一些说 领不到钱的气扑扑 说跟这个苏葵讲的都不一样 卖玉兰花可以 为什么卖菜出家人不行 阿公阿妈 标骂苏院长 曾孝也 还有人亮刀 夫妻在现场 发现自己领不到钱 一言不合就骂起来 吵起来了 所以在现场还有家庭 适合的一些个案 好当然 在今天早报还有提到说 有些工人 他说我做工 但是我的姐姐有钱 那现在全户的存责 来做一个判定的话 大家都成年人 也不会去花姐姐的钱 但是因为姐姐有钱 他就不符合纾困的条件 所以这点呢 他也没有办法接受 好其他的规定 除了刚才提到 农育民排富发一万 下周五会入户头之外 视障按摩师的补助 加码到四万五千块 已经领的自营作业补贴 可以去补差额 你之前如果领不到四万五 差的话可以去补差额 估计大概两千三百八十七人受贿 而针对视障按摩者 政府会到府服务 这个是今天在自由时报内夜 提供给大家最新的一些这个规定 好除了纾困之外 今天早报另外刚才有点到的重点是 疫情稍微趋缓之后 有一些政策 慢慢慢慢要松绑了 自由时报头版2 山屋解禁 武汉回国免包机 酒店五天要做好防疫 可能嫁衣阶段就可以恢复营业 这是昨天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高山山屋从今天开始 恢复原申请的荣额人数 8号起终止每场比赛 开放一千位观众进场观赛 另外在中国湖北武汉的国人 不再只能搭定点航班或包机 可以自己回台 不过还是要集中检疫14天 武汉包机的注记 暂时是没有解除的 换句话说 这些武汉台湾人还是会被注记 不过疫情指挥中心也说 如果说这些 这个人回到台湾情况还不错 如果湖北的疫情也获得控制的话 不排除一个月之内 可以取消对这些武汉台商或国人的注记 这是昨天疫情指挥中心的宣布 中国时报今天在四版的标题是 武汉台包明天开始可以自行回台 最快一个月之内解除注记 那张诗的记者陈伯爵在特稿新闻分析说 一方面防疫同时也要兼顾经济 所以希望能够放宽两岸的检疫作业 尽量让大家这个更方便 疫情部分昨天新增一起境外移入个案 零确诊只有高兴一天 那这起个案呢是一个30多岁女性 今年1月到英国去工作 4月26号回到台湾 一采是阴性住进防疫旅馆 不过之后二采竟然确诊 这也是国内第一个防疫旅馆的确诊案件 当然昨天在记者会上 有记者担心防疫旅馆的安全 不过昨天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 也特别强调说 这个病毒不会穿过墙壁 所以在整个动线安排得一的情况之下 大家不必太过担心 这是昨天的新增这起个案 不过在本土部分不错 已经连续24天是没有本土病例了 这个是今天在早报 中国时报的内页 而联合报今天在二版的当中呢 是有提到说在一起个案 他因为味觉出现异常 所以自己有所警惕 后来才发现是确诊 不过从防疫旅馆出现个案之后 昨天指挥专家 这个指挥中心的专家 张上纯老师也说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案子 住进防疫旅馆之后 后来才发现确诊 而在疫苗部分 国光昨天开记者会说 新冠疫苗我们自己研发的 现在已经启动人体试验 在动物身体身上 实验的效果还不错 如果人体试验也很顺利的话 最希望的是 最快明年秋天冬天 就可以量产 让大家都有疫苗可以打 好再来听到的是 今天的中国时报 头版二题是中华职棒 说明天的两场比赛 新装跟台中 双先解封 2000张门票 分别1000张 今天开始开抢 昨天中华职棒也邀请 总统蔡英文到现场去开球 不过被小英总统婉拒 他说这一次 中华职棒可以领先 全球的体育职业赛事 最主要是防疫作为 他说功劳要归给 防疫国家队 防疫MVP 希望他们能够邀请 真正的防疫MVP去开球 而今天开球的人 明天开球的人到底是谁呢 根据今天早报有说 他们已经请防疫指挥中心的 长官们到现场来指导 中职的防疫工作 所以会不会是陈时中啦 或者是其他所谓防疫五月天 不知道大家拭目以待 那至于如果你想买这1000张票的话 两个球团都从今天开始卖票 不过都说他们会以计票优先 如果你有买这个球团的计票的话 那你当然有机会 计票卖完了 那就卖这个会员 不过这两支球团的会员都超过1000个 真的有胜才会给其他的球迷来买 好这是卖票的方式 另外在疫情的部分 1968热点地方说 希望能够删掉这个72处增加31处 好这是中央跟地方针对所谓的热门景点 这个以前说是警示 但是后来交通部强调 这不是警示 告诉大家的是 哪些地方大家比较喜欢去 不过地方对于这个 所谓的提醒不太喜欢 所以中央地方在协调 哪些景点 哪些热点要删掉 现在说地方希望删掉72个地方 特别是台南 希望他们所有台南市的热点通通消掉 我不要被你列进来 但是到底如何 则是要看指挥中心跟行政院 最后新版本而定 今天早报都有点到 1968的热点 现在台南希望通通删掉 不过最后到底如何呢 明天在综合专业评估之后 会正式的拍板 再来听到的是 今天联合报的头版二题 联合报今天头版二题是 来关心火箭的话题 说火箭到底该归谁管呢 科技部现在跟交通部互踢皮球 之前有一个民间的火箭公司 要在台东试射火箭 引起当地民众反弹 还说他们的基地地幕不符等等 面对烫手山域 辖下设有太空中心 主导我国太空计划的科技部说 火箭可能会成为运输工具 所以这是交通不管的 在航空系运输管理层次讨论 那当然两个部会都不想管了 后来科技部长陈良基表示 现在不确定火箭 有没有商业发展机会 如果是有商业发展机会的话 就是经济不管 如果只是零星的公司 要发射火箭进入外太空的话 那交通部目前管理 飞行器的法规可以规范 换句话说科技部不想管 他觉得不是交通部 就是经济部 那大家说火箭当然是 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品 是归你科技部 科技部来研发 至于在内文方面 现在联合报访问的专家 建议说火箭要归谁管 归给总统管 说这个真的是国家的发展基础 应该要直接让总统府来管 好到底火箭谁管 这个东西目前并没有定论 可能要跨部会 或者是要由中央单位 来做一个拍板 自由时报 今年在头版 另外还有个打工少年被求虐 二老板用BB弹打成蜂窝 好看了真的让人很生气 彰化有一个单亲的少年 为了佳祭 他去钢购组装公司 当铁工学徒 没想到老板好坏 长期把他囚禁 跟合伙人还用灵略的方式 一天出一招 用BB弹把他跟其他员工 打得全身像蜂窝一样 还逼吃狗屎 吃烟蒂等等 甚至他的右手手指 右脚的脚趾 都被电到组织 坏死 最后截肢 被关了一百拖天之后 这个少年才获救 这个变态老板呢 现在被裁定收押 而且这个少年很令人心疼 这个案子昨天出来之后 他第一时间对妈妈表达歉意 他说妈妈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那以后我会更帮忙你 来帮助佳季 来孝顺他的妈妈 今天自由时报 把这个社会新闻 放在头版的下半版面 自由今天有两张漂亮的照片 一个是在嘉义 相当漂亮的这个百合花盛开 这个古厕前面的百合花 今天在自由时报 放在头版下半版面 说这是一个秘密景点 上半版面则是 稀有的纸瘦带鸟 从台南的巴克里公园 吸引相当多的鸟友 去一睹风采 而这个漂亮的鸟的照片呢 自由时报 放在头版的上半版面 时间7点50分 要听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 还有更多的财经焦点 不要走开哦 稍后回到节目现场 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享用美食欣赏美景 听听世界各地有趣故事 用心享受生命中流动 来陪我一下 陪我整理报纸 今天我要讲什么呢 纾困之乱 我看到那个卖玉兰花超聪明的 我觉得很有感 就是赶快想到为了一万块 我花几百块去披花 然后这样可以赚九千多块 纾困之乱我觉得最大关键是 行政院不想要走马政府的老路 只要是马政府做过 他通通都不要 不管是什么 什么消费券通通都不要 发现金不要 所以他后来零零总总 推出太多的个人纾困项目 门槛条件又高 大家又都搞不懂 到底要去申请哪些 而且你竟然要纾困要补助 就是需要帮助的人 这批帮助的人 他其实不见得搞得懂 你那么多有的没有的 最后就是不是不符合这一项 就是我搞不懂 我可以申请那一项 最后通通看得到吃不到 然后现在中央部又会 又很爱开记者会 然后话讲的很大声 大家听到说可以啊 那赶快去申请 后来又发现通通都不行 要不然又根本不是 今天开始申请 不民怨才有鬼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其实真的是就是发统一发 你当然可以排富 你再一定有那么多大数据 一定的情况之下 哪些人不要 其他你通通就发到 现金到账户 或者是村里长去发 不就好了吗 7点51分 欢迎回到中央早报新闻 我是谢业荣 继续来听财经报纸 经济日报 今天头版头 台速四保营收大减 负油价影响 所以在台速四保的营收部分 4月开始衰退4成 连续3个月失手千亿大关 台速化暴跌 百分之 五十七 这是经济日报 今天的头版头 台速四保 昨天公布的四月合计营收754.5亿元 比三月份 衰退19% 比去年同期大幅缩水了四成 连续三个月失手千亿元大关 经济头版二题 美商华为有机会核定五期标准 路透报道 美国商务部已经草拟新的规定 避免科技业竞争居于劣势 台币强生 明目汇率写下新高 这是新台币的汇率声势超狂 现在所谓的有效汇率 明目有效汇率指数步步高升 上升到历史上的新高点 昨天台币中场贬值三分 首彩29.91兑换亿美元 末日博士点出十大危险趋势 罗比尼说 现在全球在疫情之后 可能会面临更大的萧条 欧洲今年的GDP估计微缩7.7% 这是经济日报 今天头版的重点 工商时报 头版头条 大陆的新规定6月1号上路 可能影响的是苹果跟高通 中美科技大战这起台厂有机会接到转单 好 这是工商时报 今天的头版重点 说呢 现在大陆有最新的规定 赋予中国主管机关 可以对进口到中国的软硬体进行审查 如果他们预判会危害到国家安全的话 就可以禁止进口 而且包含半导体产品在内 说苹果啦 高通可能会受到影响 不过今天早上有一个最新的新闻是说 华为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说这个东西不见得是只有 这个苹果跟高通会受到影响 说随着美国要管制 他们的货品出口到中国大陆 所以台积电第二大客户 华为动向会不会转单到中心 而且已经盛传 已经有这个处理器会因为从台积电的12奈米 改为中心的14奈米 要慢慢降低对台积电的依赖 不过当然这部分今天白天看台积电怎么讲 工商时报今天的头版下半版面 苹果WWDC大会6月22号召开 首度线上举行 破例开放所有开发者可以免费参加 工商时报二版 美国企业大联盟拼5G 希望白宫注资 还有台素四宝回神上修第二季展望 4月物价0.97% 这是负的 这是近十年来最大跌幅 这是工商时报 今天头版的安排 好再来听到的是 内页部分 WHA倒数 现在蓬佩奥希望各国能够挺台湾 参与世卫大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是在国务院 记者会上公开表示说 希望世界各国包括欧洲国家 在内力挺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他点名说 社外秘书长唐德赛 你有资格直接对台湾发邀请函 以前的秘书长也都这么做 不过今天早上 世卫的记者会上的回应是说 而唐德赛不讲 他必谈交给所谓的法律顾问来讲 WHO的法律顾问强调 这次交给会员国决定 秘书处无权决定 至于在台海情势部分 昨天的国防部长 颜德发说台海的军事威胁 现在情势越来越严峻 因为共击呢 共舰呢 军舰频频扰台 国军的基舰战备部署举措增加 昨天国防部强调 我们不会挑衅也不确战 但是因为共军威胁日增 谁立委担心 万一擦枪走火 恐怕不是台湾能够控制 尼米兹号航舰正往亚洲来 颜德发说会观察 会不会朝向南海 美军动态边力运作 B1轰炸机 昨天再度寻意东海 而我们日军航特部的一架 战搜直升机 昨天在台南的归人基地 执行飞行训练检测 不明原因发生重落地事故 不过幸好飞官是安全的 不过到底什么原因 现在要进一步的调查 总统府的人权咨询会 5月19号走入历史 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接棒 委员10个人由新的监察委员来兼任 总统府将在520之后提出名单 讲究520的名单 今天联合报有一些报道 联合报是说 可能这个苏贞昌会确定留任 至于其他人呢 这个名单也会陆陆续续出炉 269旅排长自杀 旅长跟政战主任调职 昨天当事人的妈妈出来哭诉 说儿子在军中被扼诊 休假还要自己去买这个军用品 他左手画一把刀 下面滴了三滴血 昨天颜德发也说 根据他们的初步调查 在军中的管理确实是有问题的 霸韩投影其招 韩国瑜520喊战 今天早报有说 霸韩投票现在 投票所已经慢慢慢慢收集齐全了 那韩国瑜在520 应该会有正式的一个回应 昨天他也呼吁说 这个韩粉烧鞍物照 昨天夜匡时 高雄市的副市长说 竟然有大人策动小孩 去喊说什么草包下台等等 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很糟糕很糟糕的示范 中国时报对于钱贵六死 再度呼吁练台生 这个钱贵的老板能够出面 来对权爱做一个负责的交代 另外我们时间好像到了 财经焦点以及更多影剧新闻 欢迎锁定我的粉丝团 明天见咯 拜拜